打起少林拳 伸手灵活有盡 少林寺武僧总教头士岩庄 声称学友达摩内功多年 达到百病不侵的地步 他多次受邀登上大陆央视节目 推广拳法不以余力 但陆媒报导 士岩庄也不敌疫情 11号染疫去世 享年59岁 虽然官方对于誓言庄的死因 没有进一步说明 但许多人猜测 可能是染疫后急于运动 导致病情加剧 大陆疫情还在升温 春运大幅提升病毒蔓延可能性 医疗相对平级的乡村 却要情况加剧 昆明政府发布公告 希望返乡的居民 把剩下的药带回村里 除了药荒备受议论 一度被称为新冠神药的莲花清瘟 药效再次掀起热议 近日有网友发文表示 朋友确诊病逝前 都还拿莲花清瘟拍照 结果生产莲花清瘟的乙龄药厂 对该名网友寄出律师函 2022年12月之前 莲花清瘟在大陆一药难求 但随着越来越多地方传出 有人吃了导致盛衰竭后 莲花清瘟跌落神坛 近半个月以来 股价几乎腰斩 市值蒸发超过350亿人民币 约合台币1600亿 TVBS新闻中小城林明珍 综合报导 请支持一个专门报导 国际新闻的全新YouTube频道 TVBS国际Plus 扩大视野掌握趋势 请订阅并开启通知 小铃铛 请不吝点赞 订阅